Yo! Hello! 大概就是最近在準備結婚的東西 所以都沒有出來 我之前準備了一份 然後講了兩次 然後發覺我一直都沒有錄影 所以我用了這次中六零假的時間 另外錄一份 就是這個主題 資料庫記 資料庫概論跟剪戒 那這邊 這邊 我慢慢講下去 然後我會希望你們有一般的資料庫 至少有用RDBMS 然後聽這一邊才會清楚一點 然後再介紹一些NoSQL的路人 好 然後 我們開始 誒? 切藥怎麼切 放大 那 資料庫很簡單 資料庫等於放資料的地方 因為這句話很重要的原因是 有一些資料庫看起來像資料庫 或是說它不是資料庫 然後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那 很多人以為它是資料庫 可是它其實不是資料庫 因為它不能放資料 它放的是鎖印值 那 資料庫很簡單 就是上面的RDBMS 跟NoSQL大概都是在放資料的地方 也就是完整資料進去 完整資料出來 可是有一些東西 不是index engine 也就是鎖印引擎 或是search engine 它本身只放鎖印值 所以你資料庫進去 它建完鎖印之後 你沒辦法把原始資料再抽出來 而是搜尋一些特有的關鍵字 它再把原本資料的鎖印丟給你 也就是之前建的index的 一些關係表丟給你 那個我們叫做收音引擎 所以我們這邊針對資料庫 我們不會來 詳細探討收音引擎的部分 那我只是介紹它的觀點而已 那 什麼是RDBMS 就是relation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那這個東西出現於 最早RDBMS未出現的時代 那未出現的時代 像Purl或CGI的時代 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用一大堆文字 Blog 那Blog那時候其實已經有了 那 Blog很簡單就是 今天什麼日期 什麼title 什麼內容 然後 一整行的文字 然後用豆點分隔 那這個格式現在還有 叫做CSV 那 CSV 的那時代 其實還沒有訂出什麼 叫做CSV 然後大家就開始 還是 還是想做網頁的應用程式 然後就一個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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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那 如果你拆開CSV的架構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剛剛說的Column 的類型 豆點分隔 然後 你會發覺這個格式就是一整張table 那 那 一用這樣子的schema 然後做出一個language 其實就是 那個 SQL的前身 那 所以 如果你到 看到SQL之後很簡單 它一定是table base column base 然後 raw base 然後每個column裡面再放Data 然後這些東西 一個一個的表 混在 一個 DB裡面 它就是一個SQL結構 好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說的一個檔案不夠用 所以我們需要關聯到另外一個檔案 才能把它切到細 所以table跟table之間 就有所謂的relation 好 那 然後 這邊要說的問題是 左邊跟右邊是雞蛋問題 也就是說 右邊一定是左邊的結構 左邊的結構 導致右邊的語言的產生 好 所以SQL本身不適合用在noSQL上 因為 當初就是這樣定義的 因為左邊有右邊 右邊才有左邊 好 這是雞蛋問題 所以 RD面S的缺點就是說 那我K9要丟到Server去 那我一定把我的select,delete,update,insert 什麼鬼東西 然後包成一個SQL 就是一個公用的SQL 然後丟到Server去 那Server再回給你的data 也用SQL的方式來做包裝 上面跟下面包裝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好 那可是你會發覺它浪費時間 在上面跟下面的包裝身上 就是我要一個data 我要先包成SQL 我回你一個data 我要先包成SQL 好 那這邊給你看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 那個MySQL本身是RD面S的 比較大的廠牌 然後 它自己抽了一個noSQL的外掛 那左邊是一般的Server 然後右邊是那個minkage的Server 然後 有趣的是 如果你把上了這個外掛之後 你可以得到這種曲線 就是 如果去除掉 SQL的包裝的時候 MySQL本身到底 有多快的問題 好 那這邊看 初看大概得到6到10倍 左右的效能 所以 你會知道 SQL包裝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累 然後 非常非常好效能的東西 所以後來noSQL 不過 水漲船高也就是這樣 因為 後來的 指導量越來越大 然後 嗯 SQL不堪用 好 然後 那 那 RDVS還有一個最大字命的缺點 就是 它 它一定都是一個一個table 然後中間 用form跟key 然後本身有prime key 然後prime key 丟給別人家 變成form跟key 那 這樣子的結構 所以左邊跟右邊的東西 就有關聯 然後可能是多對多 好 那 可是這樣子的結構 很糟 因為如果當你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你要左邊的table 就像你右邊的table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所有資料 junkin所有資料 那 如果你左邊有100萬筆 右邊有100萬筆 然後兩邊加起來 junkin 然後每一種都很慘 因為 最小至少有100萬筆 如果全部資料都要的話 好 所以 它有點尷尬 而且 嗯 有一些缺點 我們後面說 好 然後因為很慢 然後人家就會 叫你去做index 因為 你要左邊掃一次 右邊掃一次 你要掃200萬次 然後才 記憶體牆 你這個太慢了 所以 那個厲害的 RDBMS 那個 專家就跟你講 我們來建index 應該很好用 用了之後 什麼事情都解決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背後到底在幹嘛 RDBMS 建index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如果建了index 其實我能建一個subset 可能用b tree b start tree 什麼鬼東西 然後去建好 建好之後 我會得到幾個優點 就是 或是我可以設定 它一些限制性 也就是 排序聚集 跟唯一 那我可以針對 我的data 某一個column 來去做 排序 比如說它都是 數值欄位 那我建b tree 的時候 就可以快速找到它 那聚集 就是我可以把一些 比較類似的資料 把它收在一起 那唯一性 唯一性很好用 就是 我能 強迫它 只有 那個column 一定是唯一的 那它不會重複 好 可是 這三個優點 會導致 右邊的那三個缺點 也就是 排序一定要插入 那聚集 的話 就會少 因為你聚集太多的話 很差 那唯一性的話 也是少 因為 它要從頭幾拿到尾 當然它只是 真正的 真正的架架 它跑過去而已 彼此下去 那 這些 如果資料量很大的話 這些是 無解的 因為 以RDBMS來說 它是 沒辦法做 拆解的動作 好 所以 回到我們剛剛話題 就是 如果你要真正做junk的話 其實是 所有資料junk 然後 鎖影之間 彼此做junk 然後 我剛剛有說 一個鎖影其實就是 某一個資料的subset 所以 你就很開心的 把100萬筆 然後抽成 剩下1萬筆 然後1萬筆跟1萬筆去做junk 然後這樣速度當然很快 但是 如果你的資料 漲到1000萬筆 2000萬筆 的時候 這個結構還有用嗎 其實不一定 好 然後呢 RDBMS 更大一個缺點是 如果我有三台電腦 然後 我 分成 Loading Balance架構 然後分成Master跟Stave的話 然後 我要去做 Bands 可是我三個 我DB已經漲到800G了 然後我硬碟只有一梯 然後三台電腦都會吃掉800G的硬碟 因為它的資料不可分割 除非你去分Table 除非你去分DB 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 Junking速度其實是一樣慢的 因為你變成三台 可是你所有運算 其實都在一台上面去做處理 那 再來是 我順便說一下它的有趣的架構 就是 Master要到Slave的時候是走Binlog 那什麼是Binlog 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們在 我們有Select,Insert,Update 跟Delete語法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Select拿掉 然後我們把剩下三個會修改到的語法全部存起來 然後丟給另外一個人再執行一次 然後我就能確保 兩邊資料會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就是Binlog 所以它正在轉移的話 其實就是Sequel 沒有什麼 那所以我就把 Master修改Sequel 丟給Slave的修改 然後Play一次 然後左邊跟右邊的資料就會一樣 當然它有一個基準點的問題就是 你開始複製的時候它的基準點資料要一樣 那邊可以做一些Lock 然後再去轉移即可 好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就算買到10台 就買到20台 其實你的Sequel的速度不會變快 因為 每一個都是所有資料的單一實體 除非你們要畫很多的工 然後去切割 可是切割完之後 每一台會是Master而不是Save 這是它的最基本交易 最基本的第一名 這也是它最基本的缺點 然後 有時候缺點也是優點 好 好 那可是如果你只會RDBS 或是你碰到一個只會RDBS的人 它一定會使用RDBS 來教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這種時候我就會 送它一首詩 然後 重點在最後一行 只餘生在此餐中 因為你看不到別人的東西 然後 尷尬 那我不是很愛只用RDBS 因為RDBS能解的方式有限 而且有一些方式會 有一些時候會造成RDBS本身的效能浩解 不是好現象 那我建議你多學一些後面的東西 會有解套 那 再來是NoSQL NoSQL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果沒有SQL的話 你要怎麼追蹤下去 那所以之後呢 NoSQL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 public的話題 然後開放的話題 然後就造成 有趣奇怪的現象 好 可是上NoSQL之前 我會先建議你去找一個 CAP的分類 那CAP分類其實就是這三個 那 RDBS很簡單 我先大概解釋一下這三個圖 那 三個圖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三個就是 資料庫裡面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然後 通常一個資料庫 應該只能符合 兩個 優點 可是對面的那個優點 就無法滿足 那比如說RDBS在 中間上面 所以它符合一致性跟可用性 那一致性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的Master跟Step 全部都是有 那個什麼 一樣的資料 就所有的資料 那叫一致性 那可用性就是 你丟給它 它一定會回給你 不會有失敗狀況之下 除非受掛點 好 它一致性很可用性 可是它就沒有分隔容忍 因為它如果一部分的資料 丟掉 比如說我tableA 丟掉三筆 然後我勢必不能做專銀 因為這種時候 MySQL RDBS 會跟你講說 靠 我的資料損毀 請你先保護就好 因為它要保持一致性 好 所以這邊所有東西 每個資料庫大概只能吃到兩個點 它沒辦法吃到三個點 好 那分門別配 那個分派別的話 大概是這一些 那你大概會看到一些奇怪的DB 然後等一下會做一些解釋 好 那你只要記得這個柄很重要 因為不是 不是有一好沒兩好 好 然後NoSQL開始就會開始分 幫派啊門派啊 那因為人都想當孩子王 然後 他們沒有想自己解決的問題 所以每個人都有 每個幫派都有自己的基本教育在 我想解決怎樣的問題 那之後就是幫助你選擇方式 好 那對我來說 這些幫派啊幫會啊 最簡單就分三類 那 第一個天價武功為快補貨 因為它吃的大概都是記憶體SSD 它以速度為取勝 它不是以方便為取勝 那第二種是 海納百川遊樂乃大 就是 你給我一些機器 然後 我一次灑出100台200台 然後 吃的量比 DBMS多幾倍 然後我可以吃下全世界的東西 而且每一台都可以互相背 怪伴都沒事 然後這是容量系列 好 第三個是 無像神功無法無天 然後 裡面就一些 怪咖等級的 那個DB 然後我等一下解釋 好 那天價武功 微快不過 這邊少一個SSDB 然後我其實建議用SSDB 因為SSDB很好用 那 可是SSDB 弱化版 弱化版 然後硬碟版的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再立上去 那 好啦這份應該有改 好 那 那這邊講三個 是Meryl Cache 然後 Redis 跟 L-SPAC 然後可是Redis 我會跟SSDB一起講 好 那 Meryl Cache 其實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Key跟Value 然後丟到記憶體去 好 那 那 所以記憶體很快 然後所以這個是目前 歷史上最快的 NoSQL的 那個什麼 Server 可是 它有缺點 因為 它沒辦法 有持久性 因為記憶體 重開機就沒了 啊靠 資料掉怎麼辦 然後 優點是快到翻掉 然後 再來是 它只有Key跟Value 所以它沒有基本資料結構 所以 而且你沒辦法去做 搜尋動作 沒辦法 沒辦法搜尋的話 會造成很多人的困擾 因為它不知道裡面到底有哪一些垃圾是要清的 哪一些垃圾是要清的 哪一些垃圾是要留的 所以 通常會建議裡面就丟成亂杖鋼 像是什麼Server Station啊 那 反正它每次Pay都Pay給它一個Random的 然後它如果還活著的話就 再來去挖它 然後我就知道它是誰 那 所以 建議當亂杖鋼用就是 你裡面就當Cache 丟掉的沒關係 再重建就好了 然後 再繼續丟 再往裡面丟 然後拉到它就是好的 然後拉不到它 我就再做一次而已 好 所以這邊都單快取用而已 好 然後 再來是Radis Radis 欸 全世界最大APP網站都用了 這是對的 因為那個網站 那你一天要有1億PV 1億PV 1億PV的意思 欸 一天要一個月 忘記了 那1億PV的意思是Page View Page View就是你按下去那個網站顯示到完 這叫1億PV 好 那 它裡面本身也是KeyValue的結構 可是它有一些類型可以用 像是Hash List Set 那 PowerSub我畫掉 因為它不是資料結構 它是一個方便好用的那個什麼 Broadcast的結構 好 那它也支援搜尋 也支援什麼 奇怪的東西 那 List其實是Array Sorted Set 其實就是一個 會排序的Array 可是是KeyValue的結構 好 那 如果你換成SSDB的話 跟它差不多 然後 它 可是SSDB就只有 Hash List 跟Sorted Set 然後 有些方便好用的功能 功能就沒有 好 那 以Redis而言 它有點一樣 快撈翻掉有結構化資料 然後它速度 比MailCage 慢一點點 因為它有結構化資料 那 持有性不高 因為它本身是用那個什麼 定時定額寫入硬碟 當然這個定時定額你可以 你可以那個什麼 你可以控制 或是用AOF方式 我記得是叫AOF 然後 所以它持有性其實不太高 因為它下置存到硬碟時 就更增 現在的時間 的資料量可能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 那你如果重開機的時候 它自動roll了上次的那次備份回來的時候 你會丟一些資料 丟掉一些資料 那如果你用那個什麼 AOF Mode的話 它有一些缺點 它會大幅的降低它的硬碟 那個什麼 存取速度 可是你的持有性就很高 所以這邊是要選的 那如果你換SSDB的話 這些優點 持有性就會變得很高 因為它用那個什麼 Google的LevelDB來做 那LevelDB 它是直接用硬碟的方式來做 然後它會建議你用 SSD 它自己就叫SSDB 好 它就很高持有性 可是它不好用 因為REGIS其實很好用 它有一些搜尋啊 什麼格式很好用 然後可是SSDB 缺了那些東西 所以那些東西可能都要自己補 然後SSDB可以用REGIS 這邊超好笑 就是一個吃人家豆腐的概念 那我會建議在上面建一個有限制遊樂場 就是大家都在上面玩 然後玩得很快樂 然後真正需要做結帳 然後真正需要動到金流 真正需要備存的時候 記得你還是要丟到 RDBMS上面存一份 因為上面持有性不高的話 有些東西都是風險 那除非你們家全部都用SSDB做 那SSDB那邊就很省記憶體啊 那些全部都有 我剛忘記說 那個REGIS其實全部都存在記憶體內 而SSDB本身有硬碟支援 那有硬碟支援對於我們來說就非常重要 那所以這邊可以選兩個你要的 但是因為SSDB沒有Jung-In REGIS也沒有 然後所以有一些在統計資料啊 上面其實不好用 所以這邊其實做 否則使用很好的 類似你們有一些全戰設定值 就很適合丟在這上面 然後取也快用也快 我不是要下一個Sequel 還要再包裝一次的再拿回來 好 這邊是REGIS 這個東西我們家用很多 因為必須使用 然後再來是一個是 L-SPAC L-SPAC 本身有出一個AQ 有NATIVE 然後他本身建議你用SSD 然後他用記憶體吃 然後他速度很快 跟SSDB不相上下 然後比REGIS 有一些奇怪的場景會比REGIS還要快 可是他有缺點就是 那個他本身是邪教 因為我記得他不像是FREE的 然後所以有一些公司 會把持住他所有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他本身是Linux only 所以我沒辦法在Mac上面 或是Windows上做測試 那可是其他 其他的我剛剛說的那些全部都有 好 所以要 我這邊只介紹他 然後可是 推不推薦我就覺得還好 真的有需要的時候再測試他就好 好 好啦我比較喜歡 SSDB跟REGIS 每月可以決定有 因為那個 我們總是會有亂戰跟會需要 好 再來是NoSQL NoSQL 其實目前比較有名的 應該這三個 那 這個是量的等級 好 那首先HBase 那HBase 就Java Hadoop 句號 因為他本身一定會用Java來寫 才適合去創接他 有一些全部都是Java結構 然後他最適合的東西是跟Hadoop 來做 然後因為Hadoop的Database 所以叫做HBase 我本身不寫Java 所以我沒辦法推薦下去 好 可是有一大堆Java工程師在上面開發 然後如果你玩BigData 然後Java派遣一定會碰到他 嘿 然後那時候再去玩他 好 然後再來是MangoDB MangoDB是 這邊很好笑 就是JavaSquad 生產線條龍 全世界最大的JSON檔 這邊完全沒有意義 因為MangoDB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一個很像JSON的物件 然後丟進去那個存 然後這要拿出來的時候 你需要寫一支JavaScript 去幫他去做Memory Deuce的動作 那所以進去是JavaScript的JSON 然後出來是 那個 出來可以用JavaScript去做Mod 然後你就一個純JavaScript派的資料庫 所以像很多的Node的JS 或是什麼奇怪叫他Twitter的 那個什麼Backend 他們其實很喜歡用MangoDB 那MangoDB的有一些東西很好用 就是在多人使用上面 因為 好啦 這一系列都是因為它就是 蝦皮西洋劇 打倒大金魚的故事 好 然後是Elaxsearch Elaxsearch Elaxsearch其實是 很像是Hadoop系列 然後丟出來的小專案 它其實是Index 跟Search Engine 只不過它可以支援 再把你所有資料再拿回來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 它其實穿資料庫 那裡面可以建一大票 奇怪的索引 甚至自己建 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把資料庫 然後把資料丟進去之後 所有資料全部都會建索引 然後它本身 沒有那麼好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不像MySQL 因為它畢竟不是MySQL那一派的 它本身還是有一些 Collision的問題 然後 然後它可能也沒辦法 吐所有資料給你 除非你用Scan 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邊要考慮 然後 可是它速度算快 以相對比 如果你們家資料很大很大很大 相對於MySQL而言 它資料庫 資料速度算快 好 然後這一派一定要講的東西 叫做MemoryDuce 那MemoryDuce的概念 其實算很簡單 然後講一次大概就會了解 然後 好這邊算了 那 左邊的那邊硬碟 我記得這邊有10台硬碟 每一台硬碟裡面都算成一台PC 那我今天要拿出一個資料 比如說我要拿出 那個藍綠黃的資料的時候 那首先要去做Map 也就是每一台 每一台就在塞一個JavaScript 或什麼語言的東西給它 然後跟它說我要這三種顏色的資料 然後每一台都會丟三種顏色的資料給你 好 那 把這些資料丟到某一台機器上面的時候 它會開始做Shuffle 跟Reduce的動作 它其實就很簡單 就把那個三個顏色的資料 分成三大類 三大類之後呢 再用它裡面一些特徵詞 就是你要什麼資料 比如說我只要 那個Total 或是Count 或是你乾脆把它累加起來 累加起來資料之後呢 最後兔還給你 所以就很簡單 就左邊十台電腦 然後每一台抽三份 那三份之後 我要Merge在一起 Merge完了之後 我要做一個整理 整理之後再丟給你 這就是整個Map Reduce 好 那這就是實際的Map Reduce Code 我記得這個是MangoDB的 那所以左邊有一大的JSON 那所有JSON裡面 你可以去看裡面有個Curry 從Curry開始 我要抓出所有Status為A的 那剛好裡面 左邊那邊有四筆資料 然後有三筆是Status為A 那我就先把這三筆抽出來 那抽出來之後呢 那我按照 我記得是Council Council Council Council的ID 就是那個 來做分類 所以 所以分類完之後 我會分出上面兩筆下面一筆 那再到Map那一段 Map那一段 我需要把它變成一個Array 沒有 就是分類完之後 就會變Array Array之後呢 它上面的語法 那邊是做ArraySum 什麼Value嘛 所以我就把Array內的資料加起來 所以就會變成最右邊那一份 就是Value750的那邊 然後直接丟出去 給你 這就是解答 所以這整套 就是一個Member Reduce的過程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 那 好啦 這邊 這邊要玩一陣子 如果你要去玩 這一類的TV的話 好 那 通則SchemaFree 並不代表沒有Schema 因為Schema 如果在我們上面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就是上一份是Memory Base的話 那邊有一些基本Schema 可是那些Schema其實還是要訂 那這邊的話 是完完全沒有Schema 因為左邊資料格是隨便你訂 那SchemaFree 並不代表沒有Schema 你應該要去自己寫一些Document 把那些Schema記下來 那 處理資料一定要有一致性 因為如果沒有一致性的話 會快快的 所以你的SchemaFree 沒有訂好 會導致下面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硬碟不用錢 因為以前教RDBMS的時候 就會跟你講說 我們要做到正規化的第幾層 有的沒有的 因為我們怕資料庫重複 可是後來發覺 大家都發覺 靠他媽的這個錯的 因為如果我要 某一筆資料 然後我要從TableA 跳到TableD 然後再把Junk回來 那我光是這些處理的 時間成本 就比我硬碟還要貴 所以反而是RDBMS 那邊有一大堆人在做反正規化 因為我要去做一個快學動作 那到這邊 這邊跟這一派根本不管 然後只要重複就重複就算了 然後會希望每一個實體越大越好 因為我不想要去做 那個太浪費成本的 太浪費效能成本的問題 所以 基本上就隨便塞 然後我要能拉出來 我要能重建 其實這樣就好 那 再來是這邊的機器數量 基本上都有點多 所以你要去學 如何去分配機器 如何去切離那些資料 那 的這些技能要取得 然後最後一個BigData 不等於BigGarbage 因為是 很多人都覺得 詹面資料都塞進去 然後我們 這個名稱就叫做BigData 可是這點是錯的 因為 因為 能用的資料 並不代表它是Log 那資料本身是要處理過 有一定的特徵 然後讓你可以用那個 才是好的資料 否則你就只是一大堆垃圾 跟Log一樣 好 那最後一個是 NoSQL的系列 無法無天系列 那這邊 很怪 很有趣 然後 我要去做 等一下 我講一下 我只是講一個 叫做CouchDB 那ResyncDB 你可以自己去玩 那CouchDB 其實是Raceful API 然後 有View的功能 那View的功能 很像是 那個 MySQL的那個View的功能 可是它長得不太一樣 那它支援 Master to Master的Sync 所以這東西很適合 放在手機 或是一些小型設備上面 然後我一台電腦插著 然後他們本身就會 互相去做Sync的動作 然後我就不用去Update它 或是塞它 或是把它蓋掉 然後 這是它的優點 那 我直接做一個Demo給你們看 這個我玩過了 所以 欸 我另外做一個 欸 欸 如果你去把那個CouchDB 裝起來之後 你就有一個 我是 5984的Pol 然後有這個網址可以用 因為它本身 是Web Server 那 它本身的主要架構 就有一個Web Server 可以讓你管理 然後甚至它連它 所有Document都在你自己家 然後如果你要玩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直接去 Install Guide 欸 哪邊 我記得有什麼Getting Started 對 反正這邊看一看 然後你就跟著它教學 跑一跑 欸應該是這個 然後 你就跟著它教學 跑一跑 然後玩一玩 其實你大概就會 因為這邊的Demo 其實所有都算簡單 它甚至有教你要 怎麼用它這件事情 不過它最簡單的方式是從這邊開始玩 就是 就是 你就直接 直接 直接這樣 那 我們從開一個 從最基本開一個資料庫開始 開一個資料庫 然後 GUIDP管理 我們建一個資料庫 建一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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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要喵死 喔 欸 only share 喔 不好意思它只能消息 好 Great 那我就有一個資料庫 這是在資料庫裡面 那之後我要建立一些Document 就是很像 剛剛看到MangoDB那樣的Document 那 預設Nosequel系列大概都是RinderID 它不會從 不會下DBS 重新開始排 那我要增加兩個Field 比如說 前面這個叫做Cat 後面這個叫做Dog 好 那這個是123 13日 好 那記得這邊按打勾 然後不然等一下存下去 然後 這邊寫Savedocument 好 這筆這條就存好了 那我需要兩筆 然後我才好Demo 那我再建一筆 所以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資料結構是 因為這邊你可以看出它是Schema Free 因為你不用建主要Table或Column 你就可以開始玩 然後 欄位隨便你建 Cat 這個是Dog 然後 這個是999 這是666 好 然後按打勾 Save 好 然後 所以我現在有兩筆資料 然後 每一筆資料 你可以點進去看 這是123234 然後 這是999666 然後 你可以建 這也是有趣的地方 因為這邊 基本的NoSQL 大概都有資源 這邊可以建一個地方 就是 我記得是 Design Document Document 加Document 欸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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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邊 欸 你看 是 Temperity View 然後 這邊很有趣 這邊很像是Memory News 欸 我記得它就是 那 Document其實很簡單 Document就是你開始的那個Json檔 你如果我們再去看一次 就是 要不然我過去 好啦 我先寫完 那 這個就是剛剛Json檔 也就是一個Json 我寫完整給你看 就是剛剛有個 奇怪的 叫做ID XXX的 然後 那個我們有個Cats 然後叫123 然後 Dog叫做 234 就是 這個東西 叫做 Dog 那 這個Dog 你 你回它的時候 你要去做一個包裝 跟一個Key 給它 所以 我這邊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Dog 的 Cat 加上 Dog 的 Dog 為它的Key 那 之後呢 我的Body 需要 我可以另外建一個 Total 是 Dog 的 Cat 加上 Dog 的 Dog 然後 再把 Cat 丟過去 Cat 丟出去 然後 我們順便建一個 奇怪的東西 例如說 6 4 999 6 7 8 8 那 我們這樣其實就是這個JSON 我們就建完了 那你可以RUN看看 RUN看看其實 你會注意到這邊其實人家已經幫你包好 就是 它的Key就是這兩個固加值 所以這是它的Key name 那 我們的Total就是這兩個固加 所以這個Key跟這個會一樣 然後 Cat 會是它原本值 又會是我們直接打的東西 那 漂亮吧 然後 之後你就可以Save us 這邊是Design什麼鬼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定一個 比如說 Test Me 然後這邊你叫Test Me 我懶得做那麼多 通常會去取樣 然後Save 好 然後 完成 然後 我教你怎麼用 怎麼用 這個按下去 你就可以得到RADATA 取得方式 就是這個網址 那 所以其實你已經完成了 99%的動作 好 那這邊這個按鈕很好用 就是你按它 它都可以拿來用就對了 就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之後再加Document 然後你可以看到相同的東西 類似 我再加一個Document 然後 Fill Fill 這邊是Cat 這邊是Dog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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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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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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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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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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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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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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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